大家好 之前的罗布实验室里呢 跟大家介绍了一种省力的千金顶 但好像突然感觉有点不太完整 就是其实很大一部分 我们要用的劲儿在哪呢 在卸轮胎的这个螺丝上 那通常情况下呢 我车配的这个帮子呢 由于他们的这个力弊太短了 其实卸起螺丝是非常非常费劲的 如果我们之前这个轮圈 是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轮胎垫 他们又是用一种加力搬手给拧好的话 那如果你没有点劲儿的话 如果是一个女孩的话 那你想拿这个原车的搬子给他拧下来 几乎不太现实 因为真的是很紧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做法就是给他套一个延长的杆 比如说找一个水管啊之类的 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在野外 找不到这个套管的话 那些菜了 您根本换不了这个轮胎 当然我还得强调一下 就是我如果很实际很实际的话 还是能给拧下来的 因为我其实看着他受到 平时还是会健身的 然后呢 可能大家就会想问了 那其实我们在修理场里 会经常见到的班子 就是这种班子了 在缓轮胎的地方 还有在修理场里面都会有 但这个会好用一点啊 因为这个可以两只手去使上筋 但它的收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班子你看它占的地儿 因为它是一个实字的 所以你要给它收在一个车里的合适的位置 就不太好找了 你只能随便把它扔在后面箱里 但你又很难去固定它 所以一刹车一加油 它就在后面 所以这个虽然用着还OK啊 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体积问题 所以我并不是很推荐 不过不得不说啊 就是它的这个兼容性很高 什么车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都能用这个拧 因为它有四个尺寸的这个罗帽的标号 但就是因为太大了 然后就是它 这个是我强力推荐的一种 随车可以带的这么一个轮胎班手 首先呢它配了两个头 还有一个头其实我给扔车里了 就是它也是像这个样 兼容四种型号的螺丝模 这边这边大号小号 我现在这个头是19和17 然后它中间这个位置 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方头去固定的 就像这样 然后我就可以去拧这个螺丝了 然后它还可以延长 延长到这样 那这样呢 它的力弊被延长了之后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 杠杆学的原理 所以呢 你无论是在松螺丝 还是在紧螺丝的时候 拥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顺手了 而且收纳呢 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把它收起来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 跟这个原车的班本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不过啊 这个还是长了一点 这个长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买的这把班子质量并不是太好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就是我之前在我给我那个卡燕换轮胎的时候 你看到这已经有一点给它拧弯了 因为我用劲可能用的太大了 但我个人感觉啊 这种轮胎班子即使我用劲大 它也没有理由在这个位置给我变弯了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你看如果这不弯的话 其实你看它收 如果再拿把这个距离也给收起来的话 那其实它这个收纳的位置 就跟这个原车的 这个轮胎班子是一模一样 所以建议大家 首先我推荐这个东西 但是我建议大家在买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买一个评论口碑好一点的 价格稍微稍微贵一点的 我这个好像是花了50块钱买的吧 我建议大家可能买一个100块钱左右 那这个东西就是既实用又好用 还是那句话啊 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用到这个 但是你用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那种情况下 你有一个顺手的工具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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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